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卡 又跟大家微爆一个小卡买买买 老卡也有买的 老说攒钱攒不下 又买一顿东西 主要是加拿大的东西吧 经常打折 这个吧 就是一个自身自重的一个训练架 其实我这个对这个东西已经退市已久了 可以坐引体向上 那个双缸支撑什么的 练胸练背什么的 因为我家那个我是老个地下室挂在门上 一个是咱家那门框不够高 再一个他挂着关不上门 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好 这回终于买了一个架 夏天可以放外面 冬天可以搬到地下室去继续玩 因为疫情去不了健身房 我原先也看了做卧推的架 啞铃什么的 因为啞铃得需要不同重量的 就要很这个范围很大 如果要全买下来 或者是拆机也不太方便 就即便是拆的那种雅铁也很贵 那其实还不够我的运动的范围 它其实还有点少 你比上要推胸什么的得五十磅六十磅 或者六十磅还得多呢 一般没有那么大的 那么大就得专门买 或者是有这么大拆卸的 其实很贵了 我现在一个是岁数这么大保持 但一个呢 我很喜欢就是靠自重链 就是靠身体重量 就是这么爽二推啊 或者是引体向上 这是多自重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锻炼方法 我是比较热衷的 这个价所以说比较适合我 而这行便宜五十块钱 原价二百 现在便宜五十一百五 而且不好买 本来我发现有这个包 我一看埃德蒙顿店没有 还得到那个红路Rideator那里有 Rideator你要开车去的给拉过来 多少点不值 其实我都稍微有点心动 但是呢 我昨天好信 我再一查我就 哎 埃德蒙顿店有一个 我迅速下单给定回来了 下面呢 我把这个拆了 按一下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看看拆下之后 看看需要什么工具什么的 那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 要靠自重去练 我现在是比较感兴趣的 我也不用练太早 其实我觉得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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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什么 练绑一点还是好看的 因为我那个 平时老在网上面看小视频 他们明星 有几个小明星 挺年轻的 然后说身材不咋地呀 就是现在 五肌一块 因为 以我这个年纪吧 反而是年龄越来越大的人 他身材会越来越好了 不至于吧 是这样 其实国内生活条件太好了 可能是 加拿大水深火热 但是其实是这样 我觉得我的肌肉 总体来说 就是你要是跟很绑的人 它差一些 但是你要是跟同龄人 或一般来说还可以 就是我的那个叫那个基础代谢呀 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都是较高的 那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我肌肉 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肌肉多才造成了 基础代谢比较多 但是它当然也不是很绑 所以说我觉得 我就是保持这个状态 练的瘦一点 肌肉线条再清晰一点 就已经很好了 就是我肯定超过平均 已经秒杀一片小鲜肉了 哈哈哈哈 先看小鲜肉 还用免法杀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用杀 哈哈哈哈 你把这两个圆车挪走吗 嗯 我就想杀在这 这是啥呀 这是啥呀 这是要点深的 正常啊 我没拿工具 我需要什么 我拿什么 没想到它还 还给几个工具 正常啊 我没拿工具 看看多明智 您就明白了没 用来 小易食啊 开始安装健身架 一直安装到小卡去上班 老卡还在这装的健身架呢 一天镜子怎么没用 它能练几次 玩两天就不玩了 那不也玩了吗 太高了吧 上边那个 能不能给它 一下给压反了 给谁压反了 给这个底架啊 今天挺暖和 也不知道降不降稳了 晚上 你在这慢慢装吧 我进屋了 喝点咖啡去 给妈显示了 好嘞 拜拜 关了关了 架子安完了 什么呀 哎呦我天哪 你说你一天就没事找事不 你说 整这么高个架子干啥呀 吃完饭就多撑着了 能倒不啊 不知道啊 你这一下整倒了 能不能给这边给周过来呀 不知道啊 没上去呀 没上去呀 行啊没劲儿啊 行啊没劲儿啊 刚吃饱饭给我撑着 不能倒啊 不能倒啊 还行啊 还可以